大家好 今天教大家煮一个很野味的家常菜 就是鱼香茄子 我们来看看材料 材料有茄子一条 大约半斤重 搅碎半肥瘦猪肉四两 咸鱼肉 一汤匙 葱花 蒜头两三粒 还有一个调味料 就是蚝油一汤匙 材料 就是这么多 这个咸鱼肉 我蒸熟了一条小小的咸鱼 然后把肉拆出来 就可以了 这个半肥瘦猪肉 四两的份量 大家可以照我之前 醃四两肉的调味料 加上去就可以了 蒸茄子 又怎样蒸呢 蒸茄子的时候 转转 转转 手感很柔软 茄子就很乱 好了 我先处理材料 材料 已经处理好了 半肥瘦猪肉 半肥瘦猪肉 给基本调味料 腌一腌 茄子 洗净之后 切了头和尾 切成粗粒 好了 现在可以来煮 鱼香茄子 烧热锅 用中火 茄子 鱼香茄 也叫做鱼香茄 以前老人家说 不要吃太多茄子 吃了就会眼蒙 我们从小到大 都相信到十足 原来是谋误 茄子有很丰富的花青素 还有抗氧化的功效 好了 现在锅热了 下了2汤匙的油 现在可以来煮鱼香茄子 首先 爆一下 咸鱼肉 用什么咸鱼都没所谓 你自己喜欢 梅香 或者实肉 都可以 我今天用了实肉 咸鱼 我自己比较喜欢吃实肉 咸鱼 咸鱼 然后 爆一下蒜蓉 就可以 放一些肉碎 闻到有少少香味 放一些肉碎 放一些肉碎 放入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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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 然后搅拌散 它 要搅拌散 它 这样要搅拌散 它 不然看到 把茄子变成熟 加入茄子 大约3分1茶匙盐 还有半茶匙糖 然后炒均匀 炒了一会儿再加少许酒 大约半茶匙 炒均匀 加入大半碗热水 盖上盖子煮10分钟 茄子煮了8分钟 加入蠔油 最后再加入 再加入葱花 拌匀就可以上碟了 这个很野味的鱼香茄子 完成了 可以上碟了 煮茄子唯一的不好处就是煮好了之后颜色就没那么漂亮了 不过都不要紧了 自己家里吃 最后再加少许葱花 装饰一下 今天这个鱼香茄子 就已经完成了 大家都不妨试一下 你不要再加少许葱花 有点凉 有点凉